用水可以灭火 那么太阳也算一坨火吧 那我们能不能用比太阳的体积 还要更多的水 把太阳给浇灭呢 这个问题看似很脑洞 但是却很科学 我们就来认真地讨论一下 首先为什么水能够灭火呢 因为在地球上 每当有东西燃烧时 它必然会与氧气发生反应 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种能量部分以火焰的形式出现 被我们称之为火 当我们将水倒入火中时 水倾向于避免燃烧的物体 与氧气发生反应 并且会在燃烧的物体周围 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 结果空气中的氧气 就无法到达燃烧的物体 因此物体就无法进一步的燃烧了 于是我们会说 看谁把火给灭了 但是太阳它是火吗 它不是嘛 它既不是在跟氧气发生反应燃烧 甚至也根本就没有燃烧 我们看起来像火的东西 只不过是其上升的热和光而已 太阳上面正在发生的是核聚变 是由两个氢原子合并在一起 形成氦原子的过程 而热和光只不过是作为副产品 释放出来的 这个时候 如果你往它的头上浇水 只会让所有的水分子 立刻分解为氧原子和氢原子 但鱼是在给它浇燃料了 于是太阳越烧越旺了 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种结局 因为你想将太阳浇灭 一定会准备大大大大量的水 对不对 那么还等不到你用它们去浇太阳 它们就会在自身的重力下塌陷了 详见万有引力病率 由于塌陷时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这团水会变得更小 进而带来更大的压力 水团的中心会由于塌陷变得更热 这里的水分子也会被挤得更近 运动的速度变得更快 直到最后 由于水分子移动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已经能快到让它里面的氢原子 时不时的相互碰撞 聚合在一起形成氦了 于是更多的能量被释放 走回更多的氢原子被推得更快 发生更多的融合成氦的情况 终于核聚变被彻底点燃 你用来浇灭太阳的这团水 最后变成了一颗新的太阳 它开始跟太阳一起发光发热了 只不过我们现在该如何称呼它呢 好 好